与令众生通达 此甚深微妙之法 这底下四句 真的是微妙到极处 心足行事 明自本心 舍自本心 借荡臣佛度生意 微妙到极处 这个里头最难懂的 就是这个心 这个字最难懂 这个字要是懂得了 其他都解决了 所以 大臣教理 古大德有所谓 若人舍得心 叫大地无存土 什么人能够舍得心 舍得心是在讲的 真的大地无存土 土是物质 物质没有了 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存在 这个无存土 用现在的话来说 代表三种现象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你要真正实的心 三种现象 都不可得 没有了 真是妙啊 甚深为妙之法 心作 这一句是出词 观物量受尽的 释述 释迦佛说的 是心是佛 心 是本体 能生 能现 我们这个身体 也是心 所生 所现 能生 能现 的是心 所生 所现 是我这个身体 跟一切万法 连虚空 法界 都是 心生 新鲜 会能大师 开悟的柔树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那个自信 就是心 随禅宗 你们称他做 明心 即允心 明是明了 就是认识 我们对这个心 不明了 心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心在哪里 也不知道 心有什么作用 也不知道 对他一无所知 迷了 佛告诉我们 心才是自己的 本人 宗门里面 所说的 父母 未生 前 本来 面无 就是这个心 一切万法 未生 之前的 本来 面无 也是这个心 所以 是心 作福 那 哪一法 没有心 都有 有 情众神 称之 佛心 无情众神 称之 法心 法心 跟佛心 是一个心 对 不 是一个心 对 是一个心 传终的